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Alex 欢迎收看期权多面看的节目 市场上星期五大塌荡 那天很明显如果大家看市场 专门一些指数的权重股 整个市场都一样 但特别在权重股下跌得重心 但市场好像越来越多人懂得玩 开始的区间 我看到周围越来越多人说过区间 如果大家真的看得到区间的时候 其实这个市场又不是真的那么难玩 另外就是股票的走势 如果大家懂得如何捕捉 都会有些机会 今天就跟大家讲讲这几件事 首先当然先看看市场 如果恒生指数 虽然上星期五大塌荡 香港有个阴烛走出来 我们先画一个趋势 其实没有变 二月打后都是这样的 完全没有变 一个叫做小小的打横 之前都说裂口有小小向下 现在都打横 如果去到高位 其实上个星期三 星期四都叫大家不要买货 有些朋友那两天 升了几天 连续几支羊竹上来 可不可以买货 我叫他们不要买 为什么不要买 你看到阻力位 三万一千五楼上 你看到阻力位挡得很少 大概三万一千二三万一千八 这些位基本上上去 个个都会玩的 个个都开始沽货 看好些先 现在市场里面 大家都相信一样 大家都相信一样 就是说 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 利口 或者利淡的消息 市场就走这些区间 你说之前有没有好消息 有的 有好消息 你说不够厉害的 这些好消息 去到那些三万一千五 三万一千六 就顶住了 但反过来 好像有些很差的消息 譬如四月的时候 不是经常说贸易战 有七六三中兴 现在解决了 但你会看到那时候 就算消息很差 很差 也好 三万一千五 又可以买 大家留意区间 三万一千五十 那些位置 走下货 看定些先 落到三万边 又可以抠下货去买 如果个别有些强势些股票 去到某些位置 又跌得深些 又可以抠下位置 暂时去看着这个区间 又不是真的那么难 如果大家懂得玩奇权 加上少少赚时间值的因素 有一些策略是可以赚时间值的 既然这间市 都是上上落落 那你不如 直接在这个位置 收着时间值 收时间值策略 最好就是 配着区间来做 市又不是怎么动 一路一路赚少少 赚少少 然后去到那些 比较critical 例如31400 31500 或者3200 那些位置 有些信心的话 就做多些方向性的方法 低位帮它反弹 高位帮它回落 但基本上市都是走不掉的 暂时看不到有什么很大的原因 可以突破到这个区间 大家的共识都可以了 突破到一定大件事 不是大升大跌 但是不需要现在的股票 到它真的有突破的迹象 譬如其中一个最大的迹象 就是钱会不会多些 现在成交根本很淡静 很少 没有钱你根本没得动 但是加上世界杯 接下来世界杯 看看市会不会真的有突破 但是暂时看不到任何情况 坐下收时间值 选择一些漂亮的股票 就可以了 市就是这样 最重要的是看对趋势 趋势打横的都没有趋势的 一路没有方向 不要搞那么多 明天如果有兴趣 来讲座的朋友 可以打给后服务部去报名 就是讲这些东西 如果懂得趋势的话 优势很大 很容易选股票 好了 开始讲股票了 市就没什么点了 股票开始有些机会走出来 这种我自己申报持有的 700 腾讯 之前一路股旺 如果看回过几年 一路上升 一路上升 是2017年 2017年出现那些红点 那个位置 如果你闹多就正了 一路坐上来 但大家会看到 基本上又是市下跌 2月下跌之后 它没有再出过蓝点 走势都不是特别漂亮 很多人唱到股票很差 但是不是这么差呢 之前如果大家有看回那个走势 就是说 趋势上升出色很漂亮 上升趋势很漂亮 整个2017年 一路都行了一个很漂亮的上升区间 这些位置 如果有个上升区间 趋势向上的话 你坐在那里等收钱 可以了 但很明显地 18年开始 这只股票不是真的可以长宅 有个朋友跟我说 没有的 之前他的腾讯赚了很多钱 腾讯是什么 那你去年就坐在那里 不用做那么多事情 就已经赚到钱了 但是2018年不行了 为什么不行 因为2018年 你看到股票已经不是走上升趋势 甚至是怎么样 甚至就是 三月打后 它的走势开始向下 这段就是最多人唱淡 腾讯的一段时期 你会见到趋势向淡 每个人都说 走啦走啦 不要碰了 你估计它变了 320元找个拖势 但现在不要骂了 这段时间 很多人唱得很淡 但是这么说 如果大家看回这段 4月3月尾开始的下跌区间 其实维持到5月 大概走两个月 现在这一刻 很明显又在走一个新的区间 不是再走下跌区间 就是不要将前两三个月 对腾讯很负面的感觉 因为股票开始有些转机 什么转机 现在就看看会不会走上去 暂时还未确定 可以走上去 如何确定 现在腾讯如果低位 400元有个区间底部 这个底部不可以再跌穿 如果这个底部再跌穿 整个区间不靠 就是它不是走上升的区间 但是这么说 刚刚上个星期的跌市 都是跌到400元 如果未来有机会再跌多一点 但是去到400元 坐得好稳 上得回来 然后再过两个月 它就没有再试400元 可能408元坐得好稳 上回来 再过两个月 所以低位一路上升 可能三个月之后 它从来不会再见到410元以下 而高位不断慢慢上升 现在高位430多元为高 可能过多两个月 去到400元 45元 如果你的区间向上走 这只股票就转勢 一两个月未完全确定 但是开始看到一些东西 如果多走两三个月 那条区间是很明显告诉你 是这样走的 你跟着那些高低位来做就可以了 去到上线的话 闯到区间顶部 便轻轻走一只货 去到中线楼下 如果你看到一只股票英俊 开始hold着买货 可以用期权去买 那个威力或者成功率会更高 如果不是的话 都hold着高低位 去到近乎底线 区间底部的时候 便又去捞 暂时腾讯来说 430多元为之贵 400元便为之便宜 大家hold住个位 上个星期跌 现在今日也上回 跌不下的 它又未止很便宜 也不是真的贵 这只股票先看着 我自己OK的 我自己喜欢的 中长线我觉得 一定能上回 基本因素支持 一定能上回上升区间 只不过未来怎么买 什么位买 怎么走 明天会多说些 好了 好了 这只就直接漂亮 这只没有走的样子 为什么说这只没有走的样子 这只是什么 1299友邦 友邦很英俊 这只股票也是 如果你真的喜欢持有蓝筹股 喜欢持有重磅股 持有这只 持有这只 怎样持有这只 持有这只 2月打后恒生指数 其实你除了有一下 除了有一下 2月跌低的一下 那一下就是说 真是没办法 美国第一大叉 拉了它来之后 2月打后 你就见到恒生指数 没有升过 这只股票 你纯粹看一只股票 看不到市场那么闷 你会见到 这只股票还是继续 搓上去破顶 那怎么玩 就是区间很明显 你会看到 上中下线在那 暂时说76元为之贵 68元便为之很便宜 但当然不会这么容易 拿到68元 你去到70元 71元那些位 你可以开始 部署定期权的一些策略 一路收住时间值 一路等买货 那你继续这个位 区间一路上一路上一路上 你会看到股价 会整体向上升 直至是什么 直至就是说 如果这只股票 真的跌穿区间 便走 如果你懂得玩这些方法 懂得如何买 如何走的时候 什么价买什么酒 不同的价格 用什么策略去买 其实是很好玩的 有很多股票 你会看到很肉酸 譬如 上约941 941 其实你如果真的要买 它是没有办法买的 你买完之后 它也不能买 你一路去买一路去买 基本上 就算你在一些很漂亮的低位 去买到60元 去到72-3元 没有力 升几个百分比 就完全没有力 最多最多 就算你买得很漂亮 都是赚几个百分比 但你看看1299 有上升趋势 股票 你要赚一成两成 都可以 你坐在那里就可以 找个好位买就可以 选择股票很重要 如果大家懂得 因应这个趋势 因应这个区间 选择股票 你赚钱会容易很多 不是很难做 或者很神奇的东西 如何跟着图表 如何跟着区间选择股票 选择好便容易赚 这一节时间到这里 下一次再讲一些选择股的小技巧 大家好 欢迎回来奇权多面 看节目 买一买广告 座位应该不剩太多 有兴趣也可以打电话 去播一播 少少广告资料 明天在上环得傅道中232号 加瓦银行中心4楼4013 如果有兴趣报名的朋友 可以打310288828 那就留作报名 应该坐位不多 明天就会讲一些 下半年的选择策略 最重要是刚才所说 如何去选择股票 可以下半年容易赚到钱 懂得选择 其实很容易去找到股票漂亮 如果你说又是坐941 中移动点很难坐 但如果你懂得选择 看什么漂亮的股票 一路坐就可以了 好 开始又谈回股票 腾讯 其实我自己看好 就开始可以买回 如果大家真的喜欢腾讯 但当然 你留一些漂亮的位置去买 如果你落到410元以下 最完美的位置 但你要慢慢看到 开始向上 现在你看到 有机会上回430元 将来会上400元 400元 看着股票可以 但有些股票仍然很漂亮 这只股票一直在Facebook都说 留意这个板块 3323建材水泥都漂亮 建材股为什么买 就是一样 你懂不懂选择一些强势股票 向上拒坚的股票 这些股票很容易收拾 可能你去到9元那些位置 那些位置就捞了 捞到的话 就坐上来 这只股票更加好做的话 就是它那些期权金够多 你做short put 你会收的期权金会多很多 这个板块因为挫 它上落其实是大的 你会看到一成 十几百分比股价上落 你就是困住这些位置 如果你懂得看这些区间的话 你困住这些位置很容易做 有时不要走去什么呢 不要走去看那些打横的支持位 用区间是好很多的 你走去看这些支持位 没有什么用的 你说跌穿这个位置走 没有什么用的 你看区间走 如果你真的找到一只漂亮的股票上去 有一个更加大的好处就是 就是股票开始转勢转差 你在别人更高的位置走 譬如这只股票跌穿区间去到8.2 8.3 你就知道了 你不用等这些7.3 7.2 6.8 你已经走了 如果你懂得那些区间 安全很多 你懂得减固 懂得如何走 安全很多 3323是OK的 赌股要说这个板块 这个板块上个星期 你不是看到开始大跌 其实早两个星期 叫大家不要太老定 升了这么多要小心一点 因为为什么 它开始打横行 之前一直上升区间很漂亮 但是开始慢慢地横行横行 横行横行 没有什么力量上 好像开始想脱离区间 就是跌下来 这只股票 现在这一刻可以薄一点 当然你看到 为什么我开薄一点 这个样子 不像是完全散 不像是从此不再升的样子 因为哪些股票从此不再升 有时有一句说话 叫毛腥狗 咬死人 有些如果你看到股票 好地地倒下来 然后你是完全不知道什么事 那些才要最小心 但如果你买股票好 市也好 如果你知道为什么会跌 还有你看到 不是只有它一只股票跌 是整个行业的问题 其实反而是不需要那么害怕 当然最近走手欲算 如果大家要玩的话 可以用一些 隔外小小的short put 收住时间值 又或者你买货的时候 你分段去吸納 但是赌股 我不觉得这下崩下来 从此不再升上来 看看够不够胆 你不要睡心买一只股票 不是买一只股票 不是买一只股票 你买得股票 尽量懂得分散风险 但如果你之前在高一点的位 可能70元 70元 70元楼上 收着时间值 收到那么上一刻 走到的话 高位其实去到多位 不妨开始撩回 27号 好像脱离区间 好像差一点 但是跌了下来的时候 其实又不是真的那么差 看多一只1128 永里 其实走势是好似的 你说是不是很肉酸 纯粹最近看过肉酸 但是又不是跌得很深 去到这位 就是区间底部 可以开始拼一拼 但是有时就是说 拼完之后 你要很小心看转 如果它真的再倒 走势再转差一点 那就走 这一刻买 风险是有的 就是比较高风险 之前你玩27号 128永里 你懂得看 如果高低位 其实风险不高 但是这一刻 你看到有些消息 走出来 是有机会再跌 那要小心一点 但是你说 值不值得拼 我觉得可以拼 赌股 我未必会看 过策 可能这一次 其实大家知道 为什么会跌的话 还是一个可以低位 吸纳的机会 好了 赌股 喜欢拼就拼 但是这个板块 照计都是难搞的 这个板块 是关乎于整个市场 未来的走势 我不觉得市场暂时 短期大升 最主要就是这个板块 这个板块是什么 内银股板块 就是个别一两只股票 最大是你数到 腾讯 匯控 甚至友邦 第四位就是 939建行 如果你说内银股的话 其实对市场 每一只一只来看 市场影响力 不是真的那么大 但是你夹在一起看 这个板块 是最影响 整个市场大市走势的板块 有建行 有工行 有中行 有交行 你变成如果这四只股票 一起升的话 对恒指的影响力很大 但是有没有一升 很难的 就是听到一些消息 就是说今年 其实内银股 最主要都不是拿去跑数 他们会做好少少 他们内部的一些债务重组 风险管理 你先减低风险 就是今年不是说 真是很积极去跑数 可能你会见到 未来的盈利 未必会太过大增长空间 当然这个股票一向是 他又不是说大升 低位可以骂他 即是这个股票低位很稳定 但你以为他会有机会 今年升到9.6元 10元应该没有机会 你便偷着拘捷底 7.8元 7.7元 7元就捞一下 但当然捞完之后 8.4元 都差不多了 高位 低位 都在那里了 你要收拾一些零用钱 其实不难收拾 还挺稳定 你说会不会跌到7.2元 7.1元 这股票很难 7.2元 但你会上到8.89元 樓上有难 但如果你想收拾一些 看区间稳定去收拾 收拾时间 直接收拾 这股票是OK的 但整个版法都是这样 13.98 稍为给建行 没有那么稳定 它的区间向下 选择的我宁愿选建行 但都是这样玩 下到6.3元 就靠下去买 但上到7元 都要走 39.88 整个版法都是这样 建行会比较实际 但其他三个 都微微向下回调 其实都会告诉你 内银股的前景 开始慢慢 少少转叉 又不是明显转叉 是少少转叉 内银股叉 整个大市的走势 就不会太靓得去哪 你想升到34.35元 一定要这些板块 开始转好才行 你说这些板块很差 很难上去 但你说个别去到低位 这些股票长期不是升得很紧 这么多年来 这只股票连上息率 你看几年都没什么升 反而这些股票便可以低位 吸一下买一下去捞一下 39.88不是真的那么靓 但息率很高 先保持住 你找国子来持住 都可以 但整体来说 市场没有什么特别危机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机会 我都会看着区间来做 上个星期跌下来 能否保持住 又未够低 但最重要就是 你高位 你不要太过乐观 对市后市乐观去买货 买货何时买 厚低买会好些 何时应该高追股票 就是当市场开始脱离区间 不是一个下跌区间 譬如像去年的走势 你看到去年的走势 一个上升区间 你这位高追股票 看着趋势来做人 不同趋势有不同策略 这些位置 你计算低级股票 你没有低级 你低级 你买不到 上升区间 你就用了上升区间的方法 横行区间 你又横行区间的方法 横行区间最好是 你息败其权 息败其权 你的钱就容易窄 时间值就好些 其实还有一些股票 开始转好的 慢慢每个礼拜 又和大家分享些 今天最主要讲一下 大股的走势 因为走势开始 越来越多人 懂得看这个区间怎么走 讲到少了大股 下个星期 其实有些在酝酿出信号的股票 其实是有些机会的 今天就叫做 和大家讲讲大浪 讲讲大股 明天有兴趣来讲座的朋友 会再讲多些少 第二季 或今年下半年 有什么股票可以留意 下个星期节目 再和大家分享多些少股票的策略